感谢主的恩典 每一早晨都是新的 你知道上帝更新大地 就是提醒我们 祂也要更新我们 弟兄姐妹 当我们心意更新 我们就全能变化 我们就可以知道 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生命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善 求主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读八章 尼西米记八章 第四节我们要读到十二节 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为什么他们会大大快乐呢 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 他们的话 弟兄姐妹 我们实在是很难以想象 在那样子的日子里面 在那样其实是蛮悲哀 悲惨的一段一个时代 一个时期 但是却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聚会 在那个地方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 这里太像在新月里面的 赞美跟敬拜 是不是 我们看见这一群的人 他们同心合一来到神的面前 他们寻求他们的神 他们听见神的话 他们就服服敬拜 在上帝的面前 他们接受立位人 还有许多的教师 来教导他们律法上的话 那其实就是当时 他们只有一个东西 是摩西五经 创出立名神 这五卷书 但弟兄姐妹 当他们读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 我们为什么今天落到 这样子的破落的一个光景 原来因为他们悖逆了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圣经说 我们怎样 我要怎样 不会得罪耶和华呢 就是要把你的话 藏在我的心里 免得我得罪了你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当他们悔改的时候 可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尼西米 就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要哭泣 今天是一个喜乐的日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一群 蒙恩德署的一群的人 他说你们去吃肥肝的 吃肥美的 喝甘甜的 没有的怎么办呢 我们就彼此分辨 弟兄姐妹 我觉得 后来就我们看见 在这个情景之下 他们就大大的快乐 大大的快乐 喜乐的灵就充满在他们的中间 他们终于明白了 他们是神的百姓 虽然他们在这般破败的光景里面 他们回转向神 他们有了神 他们就有盼望 他们就有明天 他们就有真正的喜乐 从里面涌流出来 这不但是一点点的快乐 他说这边讲说 他们大大的 他们就非常的喜乐 在上帝的面前 弟兄姐妹 我从这里有没有看见 会在新月的里面 上帝也喜悦 希望我们能够长长 在祂的里面 能够喜乐 为什么呢 因为因耶和华 而得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 是从靠耶和华 而得的喜乐 所以每一个主日神 用吹脚节来呼召我们 来到祂的面前 弟兄姐妹 别忘了离了祂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弟兄姐妹 但是反过来 我们有了主 我们有了主 我们就凡事都可以行 是不是 我们每一件事 就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难倒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你看见崇拜 是多么的重要 每一早晨 当这一群的犹太人 软弱的犹太人 当我们聚集敬拜神的时候 神就来到他们的中间 弟兄姐妹 感谢神 神在哪里呢 神的宝座在哪里呢 神的宝座是在耶和华 在以色列的赞美上 这就是耶和华的宝座 所以弟兄姐妹 主日 我们要早早的来到 祂的面前 不要迟到 你知道 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 来代表 我们对我们神的尊敬 尊敬跟尊崇 我们要早早来到祂的面前 当我们在赞美敬拜的时候 这一段训练就是 我们真正可以开始 敬我们做祭司的职份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来赞美神 弟兄姐妹 用我们的赞美 来为我们的神 预备祂的宝座 祂的宝座 你知道 哪里有祂的宝座 哪里就有祂的掌权 哪里有祂的掌权 魔鬼撒旦就在我们的中间 就毫无所有 也毫无地位 弟兄姐妹 接下来我们看见 这个立位人 他们就开始在教导他们 让他们能够明白 明白律法术 那这个 这个是非常要紧 所以教会 不只是 我们要来这边崇拜 我们要在这边接受装备 装备 所以教会 我们也有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装备的系统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装备系统 弟兄姐妹 我们从这个营会 从我们的生命更新营 接下去就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成长班 是不是 那完成了以后 我们就进入第二个第二类 就是我们的门徒营 就是门徒建造营 然后我们就有十周 我们有门徒班 再来就是我们的金兵营 就是最后这个食堂的课 就叫做领袖班 好领袖班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所有经过 这个培育系统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生命就被建立起来 就被建立起来 弟兄姐妹 感谢主 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 你要 你要常常在神的面前 能够得着那个 那个 因而活而来的喜乐 你一定要跟着教会走进 叫神 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 我们要敬拜神 我们要崇拜 我们要敬拜神 我们也要接受装备的系统 让我们能够生命 能够成长 我们才能够 过一个得胜的基督的生活 那最后弟兄姐妹 不只是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这么喜乐 最后还有一个 就是他们彼此中间的关系 他们彼此分享分享 他说他们要吃肥美的 喝甘甜的 他说没有的怎么办呢 就彼此的来分享 就分给他 所以弟兄姐妹 我相信 这里不但是指着外面的爱言 那也不带 包括了我们属灵的交通 每一个人 也许你领受的比较多 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分享出来 分享出来 当你这样分享的时候 有的就怎么样 还要再讲给他 是不是 当我们这样彼此分享的时候 弟兄姐妹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就会大大的快乐 弟兄姐妹 感谢主 人生真是充满了许多许多的挑战 挫折跟失败 挫折是因为别人的缘故 环境的缘故 失败是我们个人的缘故 弟兄姐妹 不管是挫折是失败 弟兄姐妹 我们有教会 我们大家能够彼此的分担 我们有喜乐 可以彼此的分享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 每一天活在上帝的祝福 跟保守里面 我们就可以大大的喜乐 活在上帝面前 弟兄姐妹 记得这句话说 因靠耶和华 而得的喜乐 是什么 是我们的力量 上帝要使我们 天天活在祂的面前 我们是充满的能力 充满的力量 充满的喜乐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崇拜 我们接受装备 我们也有小组团系的生活 弟兄姐妹 这三个 在那一天 在我们面前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一群的人 他们完全的改变了 是不是 他们完全改变 最软弱的 都变成最刚强的 是不是 最贫穷的 也变成富足了 上帝的恩高 就多多的临到他们的身上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求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建立一个 喜乐的教会 在上帝面前 求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一起 看见这个 圣经的教导 我们也要活在一起中 求主祝福你 与你同在 今天必有美好的事 在你的生命里面 阿们